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格尔批划拦截美剑不负责任 白宫肯定包卡斯促进中美贸易关系 美国黄金价格跌至三年来最低 各位好 欢迎收看2013年12月19号的凤凰美洲新闻 让我们先来关注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德普希19号是在五角大楼召开记者会 对于近期中美军舰在南海海域相遇事件 哈格尔就批评 中国拦截美国导弹巡洋舰考本4号的行为不负责任 他呼吁中方保持克制 针对美军考本4号巡洋舰与中国辽宁舰编队 在南海相遇事件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 只有克制才能避免冲突 哈格尔谴责中国派出登陆舰进行拦截 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哈格尔指出 类似事件可能引发冲突 他呼吁中美应该推进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解决类似问题的机制 邓普希表示 当他与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防风辉会晤时 双方同意在空中海上和网络三个特定领域建立行为准则 避免误解误判 邓普希同时还指出 目前中国的航母还威胁不到美国 另外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 邓普希表示 美军并没有因此制定新的规则 目前美军处于一个高度敏感时期 对变化的环境随时保持警惕 对于这次对峙事件的回应 有专家表示 中美军方都相对比较克制 不希望因此而影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 不过专家也担心 类似的事件可能会重演 凤凰卫师 王宾如 陈一修 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媒体报道 总统奥巴马将提名蒙大拿州参议员 包卡斯为西域界的驻华大使 白宫19号并没有否认 但也没有宣布新的提名 美国主流媒体在18号纷纷报道 奥巴马将提名蒙大拿州参议员 鲍克斯接替罗加辉 成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 白宫在19号并没有证实 只表示请各界耐心等待新的提名 不过坎尼对鲍克斯在处理对华贸易问题上的丰富经验 给予了肯定 现年72岁的鲍克斯是美国参议院 金融委员会主席 担任参议员35年 如果被提名并获得国会批准 鲍克斯将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中年龄最大 资历最深的政治家 有专家表示鲍克斯如果被任命 可能在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方面有所作为 鲍克斯曾多次访问中国 在稳定中美关系过程中 他付出了不少努力 包括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鲍克斯的任命不仅具有外交意义 还可能会对2014年美国的中期选举产生影响 他如果成为驻华大使留下的参议员席位 将会成为民主和共和两党争夺的目标 凤凰卫视 王宾如 赖大利 白宫报道 美国黄金价格在周四跌至三年来最低 也呈现13年间首个年度跌幅 分析人士就认为 美联储缩减量宽 以及美股今年的账势良好有直接关系 在美联储宣布缩减量宽买债规模后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和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黄金价格 周四都下降至不足每盎司1200美元 这一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了28% 是三年多以来的最低值 也代表了黄金价格在13年间的首次年度下跌 同时 黄金开采矿业公司的股票 也随着黄金价格呈现明显跌幅 有交易商预计 黄金期货价格有可能在2014年 跌至每盎司1000美元以下 当美联储从2008年12月起执行第一轮量宽政策时 投资者担心通胀率升高和美元价格贬值的可能性 将减少债券市场回报率 黄金作为保值和风险对冲资产 价格曾一度在两年半间上涨70% 但今年以来美国股市涨势显著 吸引了大量投资 再加上美国通胀率较为温和 欧元区经济相对稳定 以及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分歧的削减 黄金的低回报率和较高的持有成本 使其丧失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但也有投资者对黄金保持乐观 他们认为当黄金价格达到一定低位后 将重新吸引美国 欧洲 亚洲的投资者购买 尤其是亚洲投资者对黄金手势 金条和金币的投资兴趣将有望持续 凤凰卫视庞哲 实习记者王沐 纽约报道 第三届中国南方合唱艺术州 在海南岛海口市圆满落幕 参赛的唯一境外代表温哥华爱乐合唱团 从59个队伍当中脱颖而出 勇夺金奖 成军仅6年 温哥华爱乐合唱团就代表加拿大 在第三届中国南方合唱艺术州 一举拿下了金奖 指挥奖和耶成奖 这奖项对我们合唱团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 它可以说在我们的合唱团成长的历程当中 是一个造了一个光环 此次选唱的曲目包括了无伴奏的 一根丝线签过河 德国名曲次纲和望乐 充分体现了两岸三地特色 当然终极目标我们是希望能够变成一个 真正能够足以代表华人团体的一个合唱团 来帮我们华人团体在这个整个主流社会里面去做一个发声的一个这么一个媒介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副总领事毛润龙也特别到场祝贺 该团表示目前正和台北大爱之声和唱团联络 预计明年赴台湾演出 凤凰卫视 祖克勤 吴景 文革华报导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拿大的新闻重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哦 好迷人的风景 好欢快的节奏 好美妙的感受 好惬意的体验 好别样的风情 聪明的工程师 聪明的家长 加上错误的信息和误导 您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吗 多数家长申请大学助决金最致命的错误 受到某些所谓专业人士的误导而不去申请 认为只有低收入的家庭才能申请 没有认真准备就匆忙填表 聪明的工程师 聪明的家长 加上正确的信息和专家的指导 您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想得到正确的信息和指导 请参加Michael Chen大学助学金讲座 全美销量冠军的美国太子白花鸡身 值得您的信赖 华首创过万尺水立方水疗会所 融合桑拿按摩足疗美容休闲于一体 并设搏击训练 电话604-276-2778 地址4411-Richmond3号路 羊鞋城雪鱼穿背 清润 纸壳 羊鞋城自然的选择 创新的奥特马 让美好佳节更难忘 把更多便捷功能带回家 假期旅途再漫长 也可细数沿途好时光 事务前的新创作 奥特马给您更多优惠 每月189元租赁 或享有高达60个月的零利率贷款 赶快行动 佳节优惠即将结束 立即就上 NissanUSA.com slashChinese Nissan 今日新 明日新 为所有而创新 欢迎回来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昨日宣布 集团旗下拥有的美国AMC院线公司 以18美元的价格首次公开发行A类普通股 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如加上超额配售 募集资金近4亿美元 据报道相比当时万达集团对AMC收购对价 26亿美元中7亿美元的股权价值投入 并购后一年零三个月收益超过一倍 创造了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公司 并在美国上市的完美记录 影响研究发现 在婴儿期确立的人类消化到细菌 可能影响免疫应答 以及哮喘和过敏等疾病的发展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 狗狗产生的常见家庭尘埃 影响了消化到微生物群 以及呼吸道的免疫应答 适当的环境微生物暴露 可能会通过消化到微生物组的调控 而提供对呼吸系统的特定保护 研究证据证明 婴儿时期接触狗狗和家畜 可减少将来发生过敏和哮喘的机会 美国多家媒体报道 总统奥巴马将会提名民主党参议员 鲍卡斯出任驻中国大使 接替商业请辞的骆家辉 预料白宫最快星期四会正式宣布 中国外交部就表示 希望新任大使能够积极促进中美之间的相互交流 72岁的鲍卡斯 1978年首次当选参议员 2007年起担任参议员金融小组委员会主席 但他今年4月宣布明年不再进逐连任参议员 报道称总统奥巴马有意加强中美经贸关系 促进美国在华商务 因此鼠疫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 圣诞将至你是会选择打电话 还是发短信向亲友问好呢 一项针对24个国家的18000民众最新调查显示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加拿大民众对于发送短信表示问候这件事 明显没有其他国家的民众热衷 尽管有59%的受访民众表示 他们会选择以短信方式表达问候 但这是在受访的24个国家中属于最低值 在此问题上全球的平均值为7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两岸三地的细问重点 第24届中美商贸联委会19-20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在中南海会见这次商贸联委会的美方代表团 李克强说 增长迅速的中美经贸为两国关系发展起着压仓石的作用 并希望这次联委会的召开能让中美关系再往前迈进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9日欢迎由美国商务部长普利斯克 猫一代表弗罗曼以及农业部长维尔萨克率领的美方代表团 李克强说 已经有30年历史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在中美经贸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东洋江在两天内连续确诊两例H7N9病例后 当地政府要求所有的活禽市场修饰消毒 而阳江农业部门也将部分抽检的活禽血清样本提交给中国国家农业部 以便确定当地的家禽是否感染了H7N9病毒 日前确诊H7N9病例的患者梁某12月上旬曾经在市场购买活禽 而他的病例通报后 这家市场的两个活禽档口都被官方要求停业消毒 而在阳江市区最大的马眼三鸟市场 也在爆出H7N9病例后第一时间修饰消毒 目前阳江农业部门已经将抽检的活禽样本提交到中国国家农业部 而一旦检测后正式样本称H7N9病毒阳性 样本所在的市场禽鸟将被按规定扑杀 在台湾 蒋家第四代蒋经国最小的孙子蒋有青 今年8月涉嫌透过社群网站和电子邮件 连续21次恐吓台北美国学校 遭检方起诉台北市邻地方法院19号首度开庭审理 蒋有青否认恐吓施暴 出庭后他表示愿向社会道歉 蒋有青身穿蓝色衬衫打领带 顶着平头斯文模样 和上个月被传唤出庭时比起来判若良人 19号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台北市邻地方法院出庭应讯 经过近一小时的庭讯 蒋有青在媒体的围绕下快步走出法院 面对媒体提问不愿意多说 但对于近期造成的社会纷扰感到抱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回来还有财经方面消息不要走开 凤凰卫视综合法院出庭 凤凰卫视综合法院出庭 我曾经的梦想是想当一名演员 现在这梦想成真了 现在新的梦想是想当一个制片人 好制片人 当一个老师 有美满的家庭 有美满的家庭 有美满的制作者 毕业吧 为社会为人类做出一些积极的贡献 成为了美满的家庭 给我一张回国的机票 然后跟我爸妈都带回 给予很多人的节目 小朋友没有机会 上课的地方去 去给他们上语音乐课 第一个博士 全世界上 托个女朋友 去一个大门的地方 去旅游 托一托看一看 所有的流浪狗 给收留起来 梦想好不好 体验一把肯知道 豪华之所以与众不同 关键在于细节 它不只是看外表 而是在乎您的感觉如何 因为这关系到您生活的品味 让您在家 就感受到豪华尊贵的情分 男家最大的豪华家具展示厅 Mark Pretty Moon Designs 创造幸福的礼物 Umaken 我送阿姨Umaken女人的梦 我的更年期症状都没了 感觉好年轻 我都想参加中国妈妈选美了呢 我送老爸可以看爱的 Beta普及糖 没想到我的健康又恢复了 现在我每天都可以和儿子散步了 用人人都喜爱的Umaken 来体验礼物的力量 Umaken的礼物改变生活 创造幸福 现在年末促销活动中 还能享受免费的bonus 更胜一筹的礼物 Umaken 20元的旅程能带您去多远 Ford Go Further Farmers 给您15秒的智慧 Farmers经济代表 能帮您确定您的城堡范围 包含了贵重物品 多了解就能防混未然 今天就到FarmersChinese.com We are farmers Bum ba da 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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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新华翡翠京城超级优惠活动来咯 精选各类名牌金瓶 钻石水晶珠宝首饰 名牌太阳眼镜领带手机等 超过2000件金美丽瓶 通通三折起 绝对让您这个节日更加精彩 特惠商品注量有限 售完为止 您还在等什么 马上行动 今天就来核桃市李新华翡翠京城 尽情参与这现实优惠活动吧 好了 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四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星期四的走势 可以说是早时开盘 就出现了一个小幅 获利回吐爆压的现象 前天是窄幅盘整收盘时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仍然是以小生作收 因此再创新高历史记录 但是纳扎自国指数和标准POL500指数 则是纷纷小跌 作收几乎实际上是平盘整理的格局 在其他经济数据方面 二手无销售最新公布时出现下降的趋势 但是上周首次失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也是上升到了九州的新高 但是这些经济数据对市场 当天影响都不是特别明显 而歌舞消息方面收盘之后 大型网球鞋发行以及生产商Nike公司 是美国59美分超出市场预期 总的营业额是64.3亿美元 跟市场预期相符 盘后变动不大 那么公司盈利消息 现在是影响市场的一方面的消息 同时公司各部方面消息 也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黑色星期五购物时候 是美国大型的塔吉特公司Target 出现了4000万名消费者的信用卡和签证卡 信息被盗的现象 使该公司在当天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 是超市人高度关注的一个个股 同时通用电器公司提升 2014年的盈利前景上升幅度达到5% 而波音飞机公司因为失去了一个巨额订单 在星期四也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落 总的说华丽股市场在星期四 是出现一个获利回吐的现象 但是大势走势基本上是平稳的 以上是新四情供风轰日旁者 命令报道 好来看今天的全球财经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感谢您收看 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